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有因有缘,世间相聚 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个缘分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一个村落,村庄 这里边的村庄的人都非常的铁齿 什么叫铁齿啊?牙齿是铁的 就是说了,怎么样也敲不动啊,不肯相信的 不肯信佛法的,听得懂吗? 你就跟他说,哎呀,信佛好啊 他总讲出一道道理,就铁齿牙齿像钢铁一样 不信善恶报应,要度他们可以说 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释迦牟尼佛,他就嘱咐牟尼尊者 去跟他们说法 牟尼连大家知道啊,神通的 佛陀有十大弟子在身边,厉害了 去度他们,果然啊 牟尼连尊者啊,牟尼连尊者啊,一去 一跟他们说佛法啊,他们很欢迎啊 很能信寿啊,马上接受啊 之后那个村落的人全部信佛了啦 弟子们非常迷惑啦 佛陀啊,为什么牟尼连尊者他去的行 佛陀你去都不行啊 啊,牟尼连他什么缘分啊 啊,佛陀就告诉他 佛陀他很喜欢跟人家讲英国 这是过去的英国 啊,过去牟尼连尊者成是一个侨夫 有一天,在山上剪裁的时候 惊动了树上的蜜蜂 全部的飞起来 那些蜜蜂非常的生气 一个个要咬人一般 咬人啊,很厉害了 乔夫就跟这些蜜蜂讲了 你们不要生气啊 你们都有佛性的 将来你们也能成佛呀 以后我得到的时候 我先来救度你们 我告诉你们家里如果有很长的一堆蚂蚁在爬 你真的跟他讲话,他就爬走了 你们不要以为啊 跟你说啊,都有佛性的 不要小看啊,众生的 这样过了几世之后 那位侨夫已经在释迦摩尼佛的座下 修行开悟,正果得到 那么就是穆建连尊者 那些蜜蜂呢 因为在统一的一个蜂巢里面 都有六亲眷属的姻缘 蜜蜂如果都聚在一起 就是讲了小一点蜜蜂 讲了大的不就跟人 六亲眷属一样 然后呢 做人的果报一到 他们居然在同一个村落里面 全部变成人 出世了 大家都生出来了 由于穆建连尊者过去是 跟他们接了善人 接了这个互相得度的缘分 所以穆建连尊者一来 就受到他们村里的人的欢迎 所讲的佛法 他们全部的信寿 大家知道什么叫信寿吗 相信接受 我们人跟什么样的人有缘分 你就会跟什么样的人结为夫妻 有的时候做父子 做兄弟 做六亲眷属 或者朋友 做朋友 可以出生在这个地球上 有的时候是同一个国家 有的是同一个城市 有的是同一个村落 甚至同一个家庭 所以你们一定要善待 自己身边的人 他今天在你身边出现 一定跟你前世有缘分 所以要善待 善待就是说 哪怕他对你不好前世 你也要跟他善待 哪怕你看到他很讨厌的 你也要给他吃点东西 对不对啊 这就是过去的缘分 那个缘不管是善的恶的 但是缘一定会会合的 恶缘也会相交 善缘也会合在一起 所以不要去管善缘恶缘 是缘分就要善待他 俗话说 夫妻是前缘 善缘恶缘 无缘不合 父子缘束债 就是爸爸跟儿子啊 都是欠债还债 讨债还债 有债才来 所以寄宫活佛 你看他走到哪里 他能看到 哎呀 你们这对夫妻啊 前世你是外婆 他是外孙 你这对夫妻啊 你过去啊 你煮在锅子里的那个鸭 是你的外公啊 他全能看出来 所以你们要记住 你们今天身边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缘分所为 缘分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努力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婆